市場還行不行 要看著美金和人民幣的走勢 美會其實由早前的低位 就是101樓下一直持續反彈 因為始終大家看到很多通脹數據也好 美國方面都好像沒有預期中那麼弱 所以其實就變成近期 開始之前大家預期 今年 之前爆了這裏都說 今年價值兩次 但是近期開始自己的人都討論 會不會加3次 或者加0.5這些狀況 所以見到近期美會是偏強一點 你現在這一刻去回104以上 人民幣都去回6.88 其實這些信號都不是對市有好處的 所以你看到近期的市都一直在沉下去 一直在做壓力測試 試條50天是否能接受 當然現時來說收了市大家不用想著 但是下個星期 若果你會知道再部署 兩萬零七八點 我覺得暫時這一刻 若果外圍上 美元回來沒什麼變化 這些位置我覺得都肯定 但是如果說美元 大家記住 現在104.3左右 星期回來開始 美元再比現時再高 可能去到104.8 或者去到105的時間 大家賣貨異獄應該要降低一點點 因為我們好好說 整個市市有沒有大方向 沒有 跟著資金走 既然就是這樣的狀況下 就應該將買入位再拉後一點點 所以現階段當然看著資金走 因為就算我說兩萬七八點頂到 好 美元一抽上去就頂不了了 到時候要再捱 所以現在來說 重要的位置就250天前 之前也提過 現在來說就下移到兩萬邊 其實這些位置都我覺得會比較大的防守力 因為當然大家要鼓就是鼓 之後到底美國的通脹如何呢 其實之前也提過就是 未來二月份我覺得美國的通脹數據應該明顯回落 因為按年比較 按年比較 上年大家都知道了 二月就是傲毫事件 所以其實當時的油價是爆發到100% 現在來說都是七十幾八十這些位置 浮浮沉沉沉 所以基數效應下 你應上二月的通脹應該會比較舒服 還有近期當然經過這一關之後 我們這個星期其實有一關很重要的就是 在中性監 亦都釐清 境內投資者對境外的一個戶口投放問題 釐清了就不會有大變動 但是新開戶口就叫暫停 但是最少可以釋懷得到市場方面悲觀情緒 因為這個星期大家整個星期就紮住 如果內地戶口就只可以沽貨 不可以買貨這樣的大劑 所以現在來說 釐清了其實市場是少許舒服了 所以昨天一抽就抽到10天線 但是當然你無工而玩 因為始終美元強 所以整個市場又打下去 另外一點就是看著這個業績期 因為近期當然有很多業績 每天都有了 昨天就兩隻銀行 但是近期業績很有趣的 出了之後 有些沒有預期中那麼差就已經肯彈了 所以其實這段期間 只要大家期望到不是太高的時間 那業績期應該又可以舒服 所以我想打後來講 都是科技股可以頂得到 但是我自己猜就 初步就應該207000 應該肯頂一頂才的 那一跌穿了之後就變了阻力了 那所以短期阻力應該就放回2100 5-21600人才的